不用去到杭州的 東莞都有國西湖 專門裡Clear的東莞遊記 很久沒來過 東莞這裡搭高鐵了 一從東莞火車站出來 旁邊就直接在地鐵口 旁邊 試一下我們的陽城通 能否過得到 其實現在我們的陽城通 已經升級為全國一卡通 在全國的303個城市 都可以通行 我們要乘六個站去到東城 出地鐵再打車 我現在來到東莞的中山路 旁邊就是一些充滿歷史感的騎樓 還有很多老舖 馬上到了 哇 很多人 照我好吸引 哇 現在正正是飯碟 非常忙 看漢吃什麼 座無俱整 我終於可以坐下來和大家說一下 東莞 我上一次來已經是十年前 所以今天特地過來進行一日遊 我們的第一站就是來到中山路 燒鵝奶 去吃這個午餐 終於來了 碟了一份下妝 還有兩個泰粉 這就是我期待了很久的東莞燒鵝 這個皮 真的好薄 好燥 這裏用的汁不像廣州 是酸梅汁 它就是燒鵝 燒製的過程中 肚子裡的濕水 就附上來 用來點的 4元一碗 只要給我 蛋液 爽口 燒鵝奶 五十八這裡 整塊都是肉 這裏用的 這裏用的 沒有牌子的飲品 酸酸甜甜 山楂 維園 紅棗 好像都幾樣的 吃完了 後面已經排起了長龍 只營業到 下午的兩點鐘 我想吃的朋友要留意時間 繼續說說 歷史建築 有很多這種很有意思的舊舊 然後又是這種 上了年多的建築 走在這裏的感覺 是比較特別的 大家如果來東莞旅遊 都可以去 走這條 不如中山路 我們發現了一間 專買編織品的老店 各式各樣 用這個葵 或者竹 編織的這些 有些產品 各種的 各種 這個 烤雞 波籃 還有一些龍 有些產品的名字 我都叫不出來了 這些 很小把的 葵線 超迷你 好可愛 這個手工很好 這麼小把也可以印出來 這隻20 這隻25 其餘的都是10 接著我就選了一隻15元 拿著回去自己寫字 你們覺得寫什麼字好呢? 我們現在繼續去玩夜吃 走進了一條皮鞋行的內街 買著很多的家房 窗簾 布匹等等 就不見了皮鞋 到了 高點店 哇 價格好便宜 這個奶黃角 這個就是小禎餅 是兩個 然後再要一個 糯米糍有沒有分口味 有 要一個豆沙的糯米糍 液著 麻苔糕 白色 在哪裏呢 蒸形剔頭 剔頭 好吃 很爽 很清甜 接著來吃糯米糍 我之前都說過了 我最喜歡吃豆沙 包裹著這些糯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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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裏面也是一種奶黃的 像奶黃的 這種鹹 剛才的水蒸餅是一樣的 鹹 這個皮就沒有這個 水蒸皮 那麼 甜甜的 有點像一個 熱的斑 甜甜的 走去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有隻白鹿在那裏 真的要走過來 很聰明 走到石坡上面 去找食物 經過一個 管城歷史文化石刻 到達可原 其實可原都有這個免費的區域 要收費的就是這個古建築群 為了配合可原的村民 我想帶了一件 比較補風的海風 親白的 遇上景區講解 有這些時間 舊時的滿洲窗 這邊有一面 泥雕 圓錦門 真的很有感覺 是一個小姐 看出去 就是一個很精緻的小圓林 我專門帶了相機來拍圓林 我們現在走在裏面 發現很多有趣的地方 例如 這個位置 有一個甲角 形成了一個小空間 對 三個人的空間 然後 這一邊 剛才我們看的這一幅 泥雕的位置 它也是一個甲角 來的 它就利用了這個空間 這幅牆去做了這一面的泥雕 然後這一邊 對 它又是一個甲角 一個三角形的甲角 我們通向 這一邊 它又是形成了一個甲角的位置 為什麼呢 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可以出回 平原了 這裡裏面的 建築 構造 都很骨子 你每轉一個角落 都會發現 有一些驚喜 走上建築看漢 樓梯比較窄 我們現在再上去三樓 那這裏的樓梯呢 就寬鬆一點了 一個天井位 以前應該是用來採光的 還有一個四樓 然後我們通過這個 非常窄的木梯 上四樓 這裡只可以一個人通過 所以上樓梯要排隊 我們來到樓頂 在四樓我們看上去 亦都發現了 為什麼剛才這麼多的這種甲角 可能以前外邊就是一條這樣的路 或者是風水的原因 它的朝向是要設計成一定的角度 所以就會產生了很多這樣的三角形的位置 四樓這個位置 在古時是全城最高的地方 在這個位置看到全城這麼開闊的景色 是否會施慶大白呢 前面這裏有些歌聲 咦? 真的人在唱著 人一絲又無味 在這裏珠珠都想大家的點贊 和頭兩個圓圓的硬幣 發現了一個厲害的假山 身後的這個珊瑚石 用很多的珊瑚組成 在那個年代可以搞到這麼多的珊瑚 厲害 我們在建築群出來了 現在就走在可原的公園裡 這裡的這些錦里 爺太肥了吧 粥看到錦里的朋友仔好運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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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到杭州的 公館呢 都有個新的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叫做石雕園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看了靈牙絲裡沒有呢 看完這齣戲呢 我就覺得石像石雕都是一些很神聖 或者說是有力量的物件 各位我們剛剛從這個可原出來 現在就來到附近的這間泥衣雞蛋仔 吃下午茶 我們剛剛下單了 前面應該很多單 可能要等20分鐘以上 店裡面已經坐滿了人 所以我們才能夠坐在外面的家台 沒有位置 首先上的就是我們點的桃撻 拿在手裡也挺有份量的 是這麼大一隻 客氣啦 客氣呢 很薄的 但也有很多層 一間黑的餡 非常嫩滑 有很濃郁的奶香 這個很好吃啊 等了一半小時 我們的雞蛋仔終於上了 它已經幫我們 將每一粒雞蛋仔分開了 如果在廣州吃的話 我們那些就是一份 一份一起給你的 它的邊很焦脆 我點的一份是一個原味 因為知道要等不久 來都來了 另外點多了一份 是這個紅豆麻糬味的 叫了一個打包 它這一種就是用電爐做的 裡面就是有這個紅豆 白色的麻糬 但是是因為用電爐做的 所以其實它的邊 就不及炭腦做的 這麼焦脆 在廣州我是沒有吃過這個口味 這個滋滋的 中間有這個麻糬 好吃 推薦推薦 實在不知道今晚吃什麼 所以我們就在軟件上面 找了一間餐廳去試一下 我們本來想點這個蜆黃粥的 怎麼知道 這間沒有 而且所有的蜆都沒有 有點失望 很甜 我們點的生蠔 其實你遇到的話 就已經不是很吃生蠔的一個季節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適合選 就選了這個生蠔 服務員會幫忙煮生蠔 還點尿蝦 全程服務員操作 很肥味 這裡是我們點的冬瓜 還有一個生蠔 平常都很重 冷起肉類放蔬菜繼續煮 左頭 這些菇很甜 很好吃 吃完晚飯走去搭地鐵 有點遲了 趕車趕車 太好了 太慢了 趕快 趕快 我們終於有驚無險 這樣趕上了我們的洞車 今天這個冬瓜 一日遊 真的非常充實 吃了很多想吃的東西 果圓也很漂亮 很喜歡這種平台漏角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今期的內容 如果有什麼地方想JuJ去拍的話 都可以在奇聞區跟我互動 今天我是Juvinley Claire JuJ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視頻 或者本人的話 記得一條三條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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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的氏 一開始 我們下期見 蚊